我们在用套马杆套狼的时候 别人也许已经用狗抓了好几只狼了 在古时候 山区的人们养的牲畜会被狼偷吃 而在遇上狼的时候 家猪太怂 往往吓得不敢滋身 很容易被狼袭击 人们这时候会在猪圈的周围 挂上草绳编织的草圈 来防止狼的进犯 这是因为在那时候 人们会用套来套狼 新疆和蒙古通常使用套马杆 而山区则是用下套子陷阱来捕狼 而在民风彪悍的俄罗斯 则有一种狗 曾经是专门用来猎捕狼的 由于历史的混淆 确切来源已经不胜清晰 只知道苏儿猎狼犬是作为开阔地区 追逐野兽猎犬所培养的 主要是依靠视觉 而不是靠嗅觉来捕猎的 通常是在开阔的草原 沙漠平原等视野开阔的地方进行狩猎 在猎人的指挥下 他们通过短时间的剧烈奔跑追赶 最终能够捕获猎物 最主要的猎物那就是狼群 在俄国这种犬仅为贵族喂养 贵族之间当作礼物相互馈赠 俄国革命前能够用苏儿猎狼犬打猎 已经成为俄国最能代表身份的贵族运动 猎狼活动的时候 苏儿猎狼犬一般是成队出动 将狼的脖子咬住 直接摔到地上 通过压制猎物 苏儿猎狼犬名字也是由此而来 苏儿猎狼犬的脸比较长 由于其历史作用 拥有强健的颈部 敏捷可以迅速奔跑的身体结构 贵族一般的外表 气质高贵 身体曲线流畅 动作姿态优美 体型大 而且体格非常强壮 是一款战斗力强悍的冷门犬种 目前我们国内喂养这款犬种的人 相对来说也比较稀少 我在狗圈玩狗有十多年时间 在福建的狗圈 目前为止没有一只苏儿猎狼犬 谢谢收看本期节目 更多精彩视频 欢迎关注评论转发点赞 猫狗快讯为您带来 不一样的宠物视频 谢谢